慶祝母亲节 暖暖区公所特地办理113年度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表扬个礼及原住民总共14位模范母亲 包括机动市长谢国良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以及议员连恩典林敏薰陈明健 市议员陈冠宇服务处助理柯景汉 立委林沛祥特助陈雨璇 市政府盛会处副处长盛慧中 和暖暖区长陈鲁东以及里长们 除了一起表扬模范母亲 也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妈妈们 致上最高敬意和谢意 我妈妈 我的岳母 我的太太 她们都很辛苦 尤其是我太太 最近对她讲话要温柔一点 因为是母亲姐是五岳 五岳她是大岳 我是小岳 所以就是要谢谢大家 因为你们平常的辛劳 才让家庭变得更完整 然后更美满 因为你们长时间努力奉献在这个家 那我觉得有您的这个推动 可以让基隆市 就如果我想要里面 就是更有爱更温馨 更圆满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妈妈们 五月的母亲节是一整年度最感恩的一个月份 那我们谢谢每一位妈妈长期为家庭的付出 我们每一个小孩子也都是妈妈寒心如苦待大 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妈妈手心中的宝 代表基隆市一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妈妈永远都健康美丽 那你们的小朋友儿子女儿都健康平安 每一个妈妈所付出的每一个家庭的感受都不一样 那但是你们都做了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孩子养大 然后把老公照顾好 那这些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这些的家庭来讲 都是不可缺的 在经历过三年多以来 这么辛苦的疫情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身体健康是更加不容易 不只是天天快乐而已 我们希望说每一位等活泛母亲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宝卷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亲友们 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的过每一天 然后所以不只是母亲姐要快乐 然后天天又要快乐 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 天天都快乐 身体要健康 家庭和乐 也祝福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 因为妈妈有你们一家 才会有所有的支柱 你们影响的所有孩子 所有的家庭 所以妈妈我再说一声 妈妈我爱你们 谢谢 因为我家里的关系 就是从小看着妈妈很辛苦的工作 对然后 所以妈妈过得快乐 大家都快乐 那个也在祝福 就是身兼母子的一些父亲 还有这个新住民的妈妈 大家都母亲一年快乐 暖暖区113年度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在定祥礼民活动中心举行 机动市长谢国良 机动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以及议员联恩典 林敏勋 陈明健 市议员陈冠宇服务处助理 柯景翰 立委林沛祥特助陈雨璇 社会处副处长盛会中和暖暖区长陈鲁东和里长们 祝贺也献上祝福 温馨合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